从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,全球内存条价格大涨。 对于不少喜欢传奇的DIY用户来说,内存价格近两年的之高,令不少玩家望而却步,而破予压力,手机制造商,电脑制造商,也相应的上调了产品价格几百元不等。 消费者购买手机电脑的成本更多了,算是再多不满消费者,也只能乖乖买单。 毕竟我国的智能手机PC服务器厂商使用的DRAM内存,NAM的闪存几乎都来自进口。 数据显示,2017年中国存储芯片进口价值896亿美元,而这个市场基本被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等三巨头瓜分,也就是说,大半导体市场,国外厂家就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。 不过,中国反垄断机构,早已这首调查三星、美光,海力士是否存在操纵价格。 如果裁定三大巨头存在价格垄断行为,那么可能发金将在8亿美元到80亿美元之前,相信这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。 而现在又传出消息,中国的DR2次内存、3D闪存芯片等即将量产。 如果属实,那意味着国产内存、闪存从明年开始将会有实质性的成果。 据中国台湾电子时报网站《印术业内人士》称,2019年,中国大陆地区将有三家存储芯片厂迅工并投入量产。 它们分别是长江存储、福建计划集成电路公司以下简称计划公司,以及安徽和肥Initra存储公司。 此光旗下的YMTC长江存储,此前对外披露,已经获得了第一个闪存芯片订单,用于生产8G容量的SD存储卡,订单规模为1万套32层3DNAND闪存芯片。 此外,长江存储正继续研发64层3DNAND闪存,计划在2018年年底前推出样品。 消息人士称,到2020年,长江存储的闪存芯片产能将提高到月处理10万片金元,未来随着三条生产线全部启用,该公司的闪存月产能将提高到35万片到40万片金元。 跟长江存储不同的是,进华公司和Initra主要负责Gram内存芯片的制造。 据说前者已经开始了8GB LPDDR4内存芯片的试生产,而后者预计明年量产19nm技术生产的8GB DDR4内存芯片。 进华公司此前表示,希望在今年底之前,将进华和台湾联华电子共同开发的第一代Gram内存芯片产工业投入使用。 不过,进华的合作方,联电,目前跟美光公司正在打专利战,虽然福州法院已经发布针对美光的禁售令,要求将涉嫌进华公司专利的26种产品在中国市场停止销售,进华和联电也算取得初步胜利,但是最终是否会影响到进华的投产计划还是未知数? 最近有报道称,合肥Eletron公司已经开始了8GB DDR4内存芯片的试生产,不过该公司官方尚未对外发布消息,此前Eletron公司对外展示了使用19nm技术生产的8GB DDR4内存芯片工程量拼,该产品预计于2018年底上市,计划于2019年上半年正式量产。 如果遇上消息属实,那的确是件好事,将大家看见了国产内存在研发制造方面的突破,这也势必能打破巨头间的垄断,全球内存闪存性品市场的价格有望出现下降。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认清现实,就比如目前厂商存储的32层3D闪存的产能产能问题,净华联电与美光公司的真力债影响,以及和肥Eletron公司也没有证实是否开始正式生产的一系列问题。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留给国产存储厂商的进步空间还很大,无论如何,梦想还需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就比如有业内人士预计,从2020年到2021年起,中国层出产业,将开始取得全球产业化。